依然有请的是中医眼科学的这个态度 沙凤彤教授和我们讲到 这个近视眼如何是透过内脏的调养而达来的 刚才我们讲到说 其实一个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 可以透过某种的这个内服一些药 让他这个近视眼慢慢倾向一 又好起来了 我以前觉得近视眼几乎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 我认识的近视眼没有一个好的 现在看过来其实也不一定 所以刚刚少少讲的就跟肺跟肝 肝跟脾都有关系 肝脂和脾有关 那么我们拆开来讲 这个肺它是怎么能够影响到眼睛的 因为肺是主气 这个气的功能在很多调整协调 一些功能它发挥作用 所以临床上很多 比如说它远近的这个协调 这个是不太正常的时候 你用一些补气的药可以增加它调整的功能 中医针对近视眼有什么样的好多方法吗 我们就重点的谈青少年近视吧 我们主张就是内阳和外调 我那儿小孩看近视的挺多的 有时候我会跟家长解释 我说我会给你开方子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直接治疗近视眼的 不要有一种误会 好像说沙大夫有治疗近视眼的药方 实际上我们还是强调 一个是辩证论治 另外调是调这个孩子 到底是肺气虚 脾胃脾气虚 还是先天的肝肾不足 我们把他这个根源找到以后 来进行给他调整身体 肺气虚的 他通过补肺气 他的调整功能 调摄功能增加了 脾胃不足的 比如他经常消化不好 不想吃饭 毛发枯燥 不吃齿齿 行齿 就是走的也慢 正常小孩 比如几岁该走路了 该长牙了 该有一定的智慧程度了 他比别人都慢一拍 那么我们有时候说 这些是先天不足 肝肾不足 他自我的发展的 发育的速度 比正常人慢 那么我们针对这些情况 给他服用一些药 使得我们称为内痒 让他发育能够好 吃饭好了 精气神足了 长得发育的正常了 这时候 实际上对他的 眼睛的调整功能 就提高了 所以很多小孩 所谓的假性近视阶段 特别是假性近视阶段 你给他通过 全身的调整 最后达到一个 他可以不戴眼镜 或者是控制 他的近视 发展速度慢了 甚至于 可以减轻一下度数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 换句话说 中医有的时候 他不完全马上 针对这个病 他是让你的身体 自己好起来之后 自己刷毒 自己解决问题 至于他是怎么 拎到这个眼睛 又重新明亮起来的 那是身体本来 就有的一个能力 所以 少老是从本质上开始调 那么这个 是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 调着 那外质还有什么样方法 我们称为外调 外调里边方法很多 比如像对于一些穴位的压迫 当然也可以针灸了 这些通过内阳 外调 有很多近视 在儿童时期 能够得到控制 这个呢 将来他就不会更大的发展 了 我 分oren